即将出场的是一位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的阳光男孩 我叫韩一博来自内蒙古部和浩特 他有着一个特殊的家庭 今天他站在武林争霸的舞台上 命运将会如何呢 因为父母年纪大了 再加上有个生命的姐姐 为了负担起家里的责任 我很早就开始赚钱 现在舞蹈成了我谋生的工具 这次来到武林争霸 我想告诉大家 我会跳舞 我爱跳舞 让我们一起见证吧 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韩一博 今年24岁 来自内蒙古胡和浩特 是一名拉丁舞者 现在在深圳工作 好 开始 音乐 起 来自内蒙古胡和浩特 这次来自内蒙古胡和浩特 是一名拉丁舞者 这次来自内蒙古胡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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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这样会有一点妨碍 就是说我们需要我们的肌肉 在有点像现代舞 就一松一松一紧 这段舞谁给你编的 我自己 白虾你的条件 这舞编的很烂的 条件很好 这舞蹈编的太烂了 好多演员 就把你给毁了 那个拉丁跳的僵了吧唧的 就可惜了了 这么好一块材料 可惜了了 你现在在深圳工作啊 对 做什么了 就是教拉丁舞 我为什么跑去深圳教 因为深圳那边 就是可以赚的钱 比其他城市要多一点 那现在 你是为了生活的条舞 是吧 也是为了生活 你现在还年轻 才24岁是吧 如果我像你这么好的条件 我一定放弃教舞 听我的一句话 把时间花在 训练 自己寻找自我的这种 一个过程里 百分之百的时间哦 除了吃饭和睡觉 全部都用在舞蹈上 这个恰恰是咱们中国舞蹈界的一个尴尬 很多学生在学习舞蹈书 哪怕专业也好 专业也好 但是现实都告他们 毕业以后都去教课 对 金老师你看 我碰到好多舞者 都去教课 好多舞者 他们从学校学了六年 特别好条件 五感什么各方面都没说的 但他说 哎呀 要交房租 但是我想要把户口放在北京 但是我想要 我的房租是三千多块钱 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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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时间花在了这个上面 像我们除了吃饭睡觉 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 自己喜爱的这个上面 我们也没饿死呀 张老师 但是其实吃饭睡觉 我都可以不做 但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做 就是因为 我还有一个亲的姐姐 其实她的一半的灵魂 在我身体里 因为她是先天性的脑损伤 然后又有自闭症 她比我大三岁一样 所以她现在就是 没有能和正常人沟通的能力 有的时候她会突然开心 有的时候她会突然生气 我们家里面算条件不错的 以前 因为给我姐姐看这个病 因为以前 我姐姐是先天的嘛 很小的时候就要看 当时中国医疗很不怕达 但是要很多钱 但是没有把我姐姐治好 我现在的父母也很老了 我希望等他们更老的时候 能由我来全部照顾 整个一个家 我想就是把他们的生活 都弄得非常的好 其实我都无所谓的 我吃不吃饭 睡不睡觉 这些都不是一个 在我心里不是问题 吃饭睡觉 而且我其实是不想说我姐姐的 因为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我有这样一个姐姐 我说出来以后 别人会同情我 别人会照顾我 但是后来我想 其实没有 我的姐姐就是这样 她也是一个人 在我心里面 她就是正常人 其实我不需要演示什么 我可以带她出去逛街 吃饭 我可以带她出去玩 我可以跟她聊天 但是其实她没有朋友 她非常孤独 她有自闭 她在世界上 可能只认识斯道文 我爸爸妈妈 可能爷爷奶奶 其他人她没有办法认识的 其实韩艺博 我想跟你说 现在有一种名称 不叫自闭症 他们叫做孤独症 对 他们的世界 我们常人是不懂的 但是她很幸运 有你这么有一个弟弟 用舞蹈 去撑起这个家 你的肩膀够宽 你可以撑起家庭来 虽然你的行业 是很艰难的舞蹈 但我想这个舞蹈 这个舞蹈的艰辛 和韧性恰恰锻炼了你 这个家还要靠你来 我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我是一个好的舞者 我也可以承担起这个家 为这个家做一切的事情 最有爱的帅哥 我给这票 黄老师一票 杨老师一票 我 同意他进入编舞环节 谢谢 韩一博没能顺利晋级 他将进入编舞环节 我们希望这位内心深处 充满爱的阳光男孩 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坚强地走下去 加油 你是最棒的